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不用淡奶油的牛奶小布丁 我们先准备牛奶250克 就是这种纸盒的一盒刚刚好 加入白糖20克 加入糯米粉15克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待看不到一点干粉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移到炉子上面小火加热 边搅拌 一定要不停搅拌 搅拌至粘稠 锅底微开 冒泡泡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棉花糖60克 用最小火给它搅拌 搅拌至棉花糖融化 关火 然后将它搅拌一下 放凉 取出模具 模具里面不要有水 然后将奶壶倒进去 摔几下 震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将木棍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给它摇一摇 也是防止里面有气泡 然后盖上 一共做了三个小的一个大的雪糕 放冰箱冷冻一碗 第二天直接脱模就可以开吃了 自己在家里做雪糕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 这样做好的牛奶小布丁细腻香甜 没有一点冰渣 适合慢慢地舔着吃 非常的软 用袋子给它封起来 放在冰箱里面 想吃的时候舔上一根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鱼 拜拜